上一回咱们说到 老烟鬼被这水猴子给拖下了水 冲着老烟鬼张嘴就咬 这老烟鬼抬腿就是一脚 把这水猴子给踹开 奋力想游上水面 可是还没有几下 这脚脖子一紧又被这水猴子给抓住 这水猴子在这水下是灵活异常 双手双脚缠在了老烟鬼的身上 这老烟鬼想掰开 可是一来 这水猴子身上湿滑 二来力道齐的 不但没掰开 反而是泄了气 呛了水 这水猴子困住了老烟鬼 开始往下沉 要把这老烟鬼给他淹死 这老烟鬼无计可施之际 听见有水声 有人下了水 这红彤彤的一团就向他游了过来 撞开了水猴子 让他得以脱困 老烟鬼这才看清楚 来的是红小子 这红小子在水下跟这水猴子就打了起来 而且还占了上风 打斗之际 让这老烟鬼是赶紧上去 老烟鬼刚想上去就看见水猴子 从这红小子身后就冲了上来 故技重拾 缠住了红小子 可是这红小子不是长儿啊 水底下就是他的天下 这两下就把水猴子给踢飞了 这水猴子连连吃饼啊 向后翻滚的同时把这身体缩成了一团 背后支冷起了三支毒刺 滚下红小子 这红小子伸手一挡被毒刺刺伤了手臂 红小子就觉得呀 这伤口是奇痛无比 流出来的血由红色变成了黑色 这水猴子的刺有毒啊 这红小子就觉得一阵眩晕 可是水猴子又攻过来了 红小子一个没夺利索又被刺伤 老烟鬼想过去帮忙 可是这口气实在是憋不住啊 只能是浮上去换气 深吸了一口气又潜回到水里 红小子已经陷出了圆紧 用尾巴扫中了水猴子撞到墙上 水猴子受了重击一迷糊 这肉球就打开了呀 这红小子猛冲向他 把这水猴子撞在墙上 把这墙都给撞塌了 这水往外这么一泄 冲着老烟鬼往外走 幸好他抓住了墙岩 这才没掉下去 挂在墙外往下看 这水猴子呀 被这红小子给压在了身下 红小子受了伤可还活着 老烟鬼也顾不上他 那我可上去了 这老烟鬼呀又爬回了塔内 连续的几关 这力气可消耗得差不多了 硬撑着爬到了第五层 往里面这么一看 满天都是鸟毛啊 这小凤踩在一只大雕身上 拼命地在拔他的毛 都给拔偷了 这老烟鬼瞅着也没自己事了 就接着往上爬吧 可来到了六楼 这三少爷就在第六层 而且已经受了伤 身上插着一根针 有点像刺头的赤羊针 三 三少爷 小丫头不在这儿 上面还有一层 而在他眼前的人呢 也长着一个刺头 八成就是刺头的尸体 趁三少爷说话的空档 挥出了三只针 三少爷闪身躲过 他另一只手又挥出三只 三少爷连续向后两个翻滚 这才躲了过去 刺头的尸体把手背向身后 从这披风上又取出几只针来 他动作一停 这三少爷猛地膝身上前 挥出一拳 被他躲了过去 手里的针是直刺三少爷的眼睛 三少爷一拧身 右手抓住他的手腕 左手直取他的下巴 这一下是又准又狠 把他打退到了墙边 三少爷卯足力气 拍出一掌 他往这边上一躲 这一掌拍在了墙上 而这个白刺尾头 从这背上抓起一大把针 胡乱地射向三少爷 离得太近不便多闪 三少爷只能用着手臂 给挡了下来 而在他再次取针的时候 被这三少爷抓住了领子 狠狠地就摔了出去 碰的一声就撞走了墙上 不等他起身 三少爷又飞起一脚 踹在了他的肚子上 老鹰鬼一瞅三少爷 应该是用不着自己帮忙 三少爷 我插不上手 这就交给你了 而出了门 来到最后一层 楼梯上提刀拿枪地 站着许多的小孩 娃娃们 我可不想伤了你们 可谁要拦着我 我可手下不留情呢 这老鹰鬼抽出斧子 就冲了上去 斧子一挥 斩断了挥下来的棍棒 抡起斧子就砍向了 面前的小孩 可是他没人砍 而是把这斧头一转 拍在了小孩的屁股上 疼得那小孩是哇哇大哭啊 这老鹰鬼又往上冲 砍断了另外一个小孩的武器 那些小孩也都有些怕了 这老鹰鬼卯足了劲 一斧头砍在楼梯上 斧头都砍进去了一半 瞪着那些小孩 又撂了几句狠话 哪个在敢拦我 小娃娃我也照砍不 这一下吓得那小孩 就扔掉了手里的兵器 变成了一只只小刺猫呀 顺着楼梯啊 就跑了下去 这老鹰鬼也长吁了一口气 那一斧子是砍平了 才砍到楼梯上 那些小孩不走 他还真就一下子拔不出来 得了 活住了这些小崽子 这是费了好大劲啊 才把这斧子给爬了出来 没人再拦着了呀 这老鹰鬼一脚就踹开了 最后一层的门 红丫头啊 穿着凤冠侠胚 坐在一把椅子上 老鹰鬼叫他也不理 翻着白眼睛 丫头 你没事就好 跟爹回家吧 可是啊 这红丫头啊 用的却是一个老太太的声音 呵斥老鹰鬼对他不计 哪里来的狂妄老儿 闯我藏腰塔 你可知罪 丫头 你这是咋了 我是你爹呀 而这一下呀 把这老鹰给弄糊涂了 不知道红丫头啊 是怎么回事